當然我們不會跟他在現場討論 我發覺鄺詠孫有個方法很有趣 他在黃埔被大媽圍兆 他就會笑一笑對著他們 不跟他們罵 然後當他們說完一輪後 他就會用英文去問他 Really? 我想這完全不適合頻道 那些大媽就變成輕了機 突然動不了 鄺詠孫就在下面拉票 舉牌 被大媽包圍 那些大媽就拿手機出來拍他們 這是一個方法 等一下我解釋 要破壞這個國家隊的方法 就是一頁拍他們 他們立刻會轉面 以及用紙牌遮住自己的樣子 鄺詠孫就被他們拿紙牌搏頭 圍住在那裡 按手機等等 其實報警也沒有用 你只可以冷靜 千萬不要 用那種特別有些很投入的義工 對方擊你又會跟他更擊 然後報警處理其實是沒有結果的 大家都做不到拉票工作 你唯有方法就是繼續笑笑口 繼續笑笑口跟他說 對著他 不用出聲的 就這樣 拿著相機拍著他笑笑口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會配合在喊咪 我說如果沒有香港身份證的人 在香港工作是為了觸犯入境條例 是要拘留在羅湖的拘留中心 他們聽完之後 覺得大媽好笑 他不是說他沒有入境 他不是否認他是深圳 他只不過他否認 說我都沒有收錢 哈哈哈哈 這個答案就承認了 對啦 承認了他是外援 我沒有收錢而已 就走過去拍他 再拍他 這個真的是一個好方法 就是我們將來要發起一個乾淨選舉監察的一個運動 就是將那些違反入境逗留條件的人 就是說如果是來香港做事 拿著旅遊簽證進來來香港做事 其實是違反入境逗留條件的 是可以抓的 是要報入境處的 其實不是報警 是報入境處 你會阻止 因為你沒有上限的人力資源 這個深圳大媽來香港助選 所以一現場就說 像鄺榮孫說 不要跟他們衝突 第二 拿一部機出來拍他們 他們就自動著火了 因為他們很怯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有什麼事 我跟那個大媽說 你當然來到沒有收錢 那些錢回深圳收 然後你惡言 你也知道這樣 一看他的眼神就說 你也知道 那就馬上收錢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應付對手無限的人力資源的方法 我覺得就是要有一個所謂全民的選舉監察 嗯